位在南投县的最东边,仁岸乡合作部落可以说是相当偏远 由于合作村卓水溪静翠桥上游左岸商方平生路 遍波土壤滑动,已经造成部落民载地基军列及道路陆基掏空 林县长接获地方民众陈勤 随即带领农业处人员前往会堪,力求改善 维护县民生命财产安全 合作村位于南投县界的最东边 也是浊水溪的上游 最近地方民众发现,合作村下部落第670 一直延伸到合作国小,有明显的土壤滑动现象 部落民载地基也有军列以及道路陆基掏空的情形 地方上相当重视,并向县长陈勤 县长黎明珍接获通报之后 随即带领农业处人员前往会堪 在合作村长高士昌陪同下到民众家中视察 发现地板军列以及屋后边坡有坍塌的情形 县长随即指示农业处尽快设法处理,维护民众的生命安全 那么合作村这边的第六岭跟第七岭 因为后面都是一些比较松懈的边坡 这个边坡都有在探方的这种情况发生 那么外面的边坡一探方 那个房子就产生归类 都有既有危险性 所以今天来看 那么大概这六七岭要做的这些博侃 大概总共要三百多万的经费 那么我们想为了要让原住民地区 这些原住民的这个乡亲 住得也比较安全一点 我们政府还是要筹筹这个经费 来为他们来释出这个挡土墙 保障他们房子的安全 另外在头85县7K民隧道施工地点 县长也下车视察施工进度 由于苏迪勒台风造成该地大面积摊坊 为了维护县民安全 县府提出了灾修工程计划 顺利争取经费行建民隧道 让合作村以及都达村2000多位村民 能有安全回家的道路 我们县政府总共花包7000多万要做个民隧道 如果这边没有做民隧道的话 每一道下雨都是瘫荒 道路就中断 对我们合作村还有都达村 这两个村也会带来交通非常大的不方便 今天路过也顺便来看整个工程的进度 我们希望能够加快脚步 把这个工程做好 让我们的合作村还有都达村 这两个部落将来在有这个民隧道 做好之后他们的对外交通比较安全 也不会易移就成灾 就没有办法通行 部落的民众对于县长黎明珍 能够远到合作村会刊相当压抑 指乎县长相当有行动力 也体恤原住民住在山中的艰困 积极协助打造一条安全的道路 这种务实的行政效率 让村民身为感动也值得肯定